网红小玉用DeepFake声位技术制作换脸不哑影片 今年10月份被警方逮捕 那么他用来犯罪所得买来的这个宾室修旅车 在今天进行法拍 三组人马厮杀了10分钟 最后有一名赖先生也195万元得标 虽然这个价格高于中国行情 但是赖先生霸气的说 因为妹妹很想要这台车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拍下来 大家好 我是小玉 网红小玉今年10月利用DeepFake声位技术 换脸名人制作不哑影片 预估有上百人受害 他被警方逮捕之外 犯罪所得购买的百万名车也惨被执行署法拍 大家应该刚都有开过车框 这台车应该还可以 然后加上的设备应该都有看过了 还不错嘛 小玉开的就是这款宾室修旅车 新车要价近300万元 2016年式的车它开了6万多公里 行政执行官再三确认车框没问题 而竞标人也很愿意喊价 12号出价195万两千三次 恭喜我们的12号先生得标 若锤拍定这位得奖人 确定可以把小玉的车 变成自己的开回家 而小玉的休旅车 抵下150万法拍 现场涌入20组人竞标 不过第一标就一次喊到了170万 最后三组人厮杀了10分钟 经过44次的喊价 以195万两千元拍出 得奖人是名赖先生 虽然接到高于市场行情 但他说妹妹实在太想要了 无论如何都要拍到 最后也现场绞心 将车先回台中 完全是针对这一台车 是因为妹妹很想要 她说我根本不知道小玉是谁 是看到新闻报导说 是小玉的宾室休旅车 她才上网去Google叫小玉 换脸不牙骗发生后 小玉始终神隐 而她的财产也暂时遭到查扣 这回爱车又遭法拍 对她无疑是一大打击 记者村长张士奎新北市报道